中文字幕——YK 在五百米的青藏高原上,在刚刚建成的那去杭州西望小学,三十多名藏族小学生围着一块刻有笑名的石碑欢呼雀跃。 照片最左边,一名女教师高扬着双手,用力鼓掌。 这是梦想成真的一刻。 照片的拍摄者叫威尔平,是浙江省第一批原藏干部。 为了响应中央号召,浙江从1995年开始,与西藏大区结成对口支援关系。 九批603名干部人才,前赴后继,来到千里之外的青藏高原, 用25年时光共同谱写了一曲《揭续奋斗的动人乐章》。 1995年5月,到了西藏以后呢,我感触很深,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到西藏。 我们对纳曲线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我们了解以后发现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就是适令儿童入学率只有22.5%。 在这藏北高原,比氧气更稀缺的,是上学的机会。 一封杭州原藏干部的求援信,点燃了家乡人民的善心。 200多万元的善款,迅速汇集。 世界屋脊上,十所希望小学,拔地而起。 那时候是95年吧,我是上初中的时候,当时也是看到了报纸上有要向杭州要向西藏纳曲线捐献建造一座希望小学的消息。 当时就把我大概一年的零花钱全部拿了出来,就是想希望我们的同龄人吧,也能有更多的上学的机会,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 1996年,一年以后呢,我们的希望小学建成了。 当时学校的校长,部分教师,还有30多个学生吧,在这个杭州希望小学的校碑上,大家聚集在一起,兴高采烈地拍了一张照片。 20多年过去了,照片中的这群孩子是否安好? 当年,浙江原藏干部为他们点燃的希望的灯,是否照亮了那闪通往梦想的门? 带着这些问号,我们踏上了一趟特殊的寻访之旅。 通过西藏纳去世教育局,我们联系上了照片中的女教师,格桑捉马。 如今,已经退休的她,住在拉萨一处安静的小区里。 看到这一张老照片,格桑老师百感交集,往事,历历在目。 这叫格桑捉马,现在地区民政局的工作。 这叫格勒桑捉马,来了一个党教授。 这叫大长的,大长的老师国务政党校长。 时光流逝,青丝已成白发,而当时的少年也已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在岁月的长河中,接续前行。 告别格桑老师,我们继续前往那区,寻找他口中的这位校长,达渣旺堆。 到了那区,我们与达渣旺堆在电话里约好,一起回到当年那区杭州西望小学去看看,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您好,您好,我是达渣旺堆,一个牧民的小孩。 对,当时我们的家境也比较贫困。 通过我们这个园藏渠道以后,后来改建成,这所学校改建成一直六年。 也就是说是我们旧井入学的这个梦,是园藏帮我们实现的。 我们是这所学校的六年级第一批毕业生。 这是我们的学校,当时的一个学校的一个情况,然后这是我。 我自己通过咱们这个园藏的大力支持,现在走出去了,当上了咱们这个古路证王小校长。 那我问一下同学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那就是咱们要心中永远要记住一个东西,就是感恩。 将来走出来,把我们所有的牧区的小孩,实现他们的梦想。 好不好同学们? 好! 好! 5月12日,一场由浙江日报与浙江省原藏指挥部合伴的视频连线,让原藏干部和当地群众云上相聚。 威尔平和大渣望堆歌评重逢,这段跨越了二十多年的光阴故事,他们用笑容画上了温暖的节点。 对对对对,学姐,对对对。 原藏工作做到现在,从几千万的GDP,到现在几十个亿的GDP,那这是变化是,可想啊,这是巨大的。 去年年底,通过了国务院的检查验收,咱们森林区脱贫沾帽。 因为您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也会将继续把这个爱传承下去,改变更多的牧区小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